是Stanley的Git Hoenn Grant 那是這個對不對 那我 剛剛這個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你囉 好 大家好 那我是Stanley 再度出現 那大家看到戴這個帽子 就是屬於一個神秘組織的人物 他叫Fabdao 我剛剛按到這邊沒關係嗎 好 那我們要講的是Git Coenn Grant的 國際贊助大攻略 那我們這些錢怎麼來的 都是從國際贊助來的 那這些國際贊助是我們去申請的 那我們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希望在學會這件事情之後 讓台灣更多的團體可以 也用這個機會去認識世界上更多網路世界裡 也許跟你的理想目標一致的人 那我們的預想的路徑就是讓在地的NGO跟NPO團體 去對接這個Web3贊助公共財的這個機制 然後也因為這樣的方式 大家可以進入這個區塊鏈上面 某種去中心化的世界 那因為Web3的世界裡 他們有些人可能是發了幣或是有其他原因 他有很多的資產 那他們正在找尋說 這些資產可以幫助到哪些對於公共性有益處的團體或單位或是方案 那我們早上也遇到一些就是朋友們 他們說對他們正在想說這個錢要怎麼用 那我們就就剛好嘛 教大家怎麼用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覺得我們認為這樣會壯大公民科技 讓參與這些方案的朋友們一起成為在Web3世界裡面的公民社會協力者 那或是網路國家的倡議者 因為他設想的事情可能在他的這個環境裡 沒有多少人跟他想著一樣的事 但是在網路的環境裡 他可以連結到世界上各地 比如說我光懷的 如果是一個普世性價值的某種方案 那可能我可以找到很多贊助 但我如果光懷的是很少數的 比如說布袋系振興好了 那可能他就一時之間找不到這樣的贊助 但如果他所欲求的單位是在這個全世界的範圍內 他可以找到更多願意資助他的人 那再來 如果大家成為這樣的參與者 或是網路國家的倡議者 怎麼說呢 我們說國家要有土地人民主權政府 那在這個Web3的這種道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裡 有人民 那有主權 因為道是自我治理的 然後有政府 因為他會發展一些治理工具 那有沒有土地 有在網路空間裡 那網路空間接下來就會講到 就是在多元宇宙裡面 各位可以想像 他就像是在你玩那個寶可夢 寶可夢的空間跟我們空間是交疊的 但是你看到的世界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那你也可以想像在網路世界裡有很多不同想像的人 組成不同的道 他們在各自實踐他們的世界 好 那就介紹我們前哪裡來的 Geek Coin Grants 簡稱GG 那我們怎麼想像這個機構呢 它是Web3世界裡面的聯合券目機構 就是他們做了很久 然後呢他們有些公信力 所以很多單位把錢捐給他們 說我們現在有點錢 就委託給你們 你們幫我們找到哪些單位 我們可以去贊助 然後採用的方式 叫做平方募資法 平方募資法 很難在八分鐘之內解釋完 所以有興趣的 直接可以點那個PowerPoint裡面的連結 我現在試著講一點點 它平方募資法是用平方投票 搭配資金池的配捐 資金池就是我剛剛說的 很多單位把錢交給Gitcoin這個到 然後呢他們就說這些錢 準備來發給大家 怎麼發 用平方投票法來發 平方投票是做什麼呢 就是公民投票的邊際效應遞減複選題 這個我知道大家聽起來都不知道在幹嘛 也就是說 其實GTV有做過 這個平方投票法 假設我們有100個方案 然後要讓大家來選 哪一個方案可以得到最高分 那我就發給在場的 假設有100個人 每人100點 然後你就投 投完之後呢 最好的方式是 每個方案你都投1點 那這樣就是平均分配 如果你覺得某個方案特別好 我給他100點也可以 可是你的這個票數會被開平方 也就是說這個方案只會得到10票 所以在這樣的方式下 最好的方法當然是每個都投 他也會鼓勵說 你去看那些另類的小專案 看他有沒有拿到你的票 他拿到票他就會保持完整的那個一點 你給票越多 他的效應就會越少 那為什麼會這樣想 他是因為票票等值 是原來我們假想的公民投票的價值 每個人都一樣 那會不會有問題 可能會 什麼樣的問題呢 比如說 有些人很關心某個專案 例如 珊瑚寶玉 他如果長期關注這個專案 跟一個完全不知道這件事的人 擁有同樣的一票的票權 他會不會有問題 有些人可能覺得會 所以有一些權職要改變 那第二要考慮的是 有些人他可以動用的資源很多 那我假設我只能光敢一個人參與某個專案 跟我可以帶20億參與某個專案 我們造成的影響力會不一樣 但是我們又不想要那個20億的人 就是唯一可以說話的人 所以我們給他開平方 這個就是在票票等值跟專家模式之間 有些人找到的第三路數 叫做平方投票法 那 剛說平方投票法加上基金池的配捐 就是 剛平方投票法得到的分數 他就從配捐池裡面 引出那些配捐的錢 所以大家只要投少少的錢 他的一票是用幣來算的 就可以是美金一塊錢 那很多人投給他美金一塊錢之後 他就按比例開平方之後加起來 然後算出一個比例說這些人給他多少票 那票越多的人 他就會得到配捐池裡面 配捐給他的相同比例的錢 所以那個池假設有美金二十萬 然後有比如說十個專案來比 最後就看他得到票多還是票少 然後被開根號之後他得到那些錢 那我們會覺得這方式是什麼呢 是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 嘗試找到社會主義的解方 我們希望他平等嘛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 或是一樣的尊重或照顧 可是這樣做的時候 往往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持這件事 那我們如果讓可以有比較多的權重的人 或是比較多資源的人參與這件事 那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比如說我拿100票 通通灌注在這個方案上面 那表示我不惜代價 我被開根號 我都覺得這個案價值很高 那所以這個方式也許會帶動不一樣的資源進來 那最後就要介紹GG18、GG19 他就是剛剛我們講的Gitcoin Grants 他每三個月就會辦一次平方母子活動 那參與方式是要開錢包 並且通過身份護照的認證 因為你可以開很多個錢包 就通通來灌票 那這個錢就會被某個單位騙走 那所以他得要通過某個身份護照認證 那我們會在FABDOT的網頁上 介紹這件事 那用眾人的小孩捐款 引出最多的資金持配捐 好最後就是這個方案 就是你要怎麼參加 請按上面的連結 裡面就是我們的補助站 FABDOT綠沙發小組在做的事情 好以上是我們的介紹 謝謝 好謝謝Stanley 剛剛我們在台下就很好奇說 哇佩娟到底是誰這麼有錢 我也想認識這個佩娟 對 那下一個我們